这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 异色档案DK 他分享五个不想考公职的原因 这边有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上一代的人 他们会一直认为这是一份好的工作 就算现在时代改变 你如果去问长辈 他们仍然会认为公务员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 哪怕是什么没有退休金 他们也仍旧推崇这个行业是为什么 你要去想上一代他们的时空背景 也就是这些四年级五年级 他们的生存的年代 那时候可能是吃白饭要配酱油 也就是他们曾经生存在 是一个物资匮乏的时代 所以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个稳定生活 能够吃饱 是一切最重要的核心 看一下这个表 我考公职的那个年代 大概就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大概是面临到 六都要升格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开了一波很高的缺 所以那段时间考的公职人数 考的人也是特别多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竞争 非常热门的暴考年代 等于是金融海啸过后的一个时期 自己仿在风暴 临发的金融海啸 造成经济不景气 当时老公金融工资 每小时只有95元 相对来说工业系续高 都有月份风策超级大保护赛 于是每个人都想要激进公职 大人报考人数达到最高的53万人 之后就有优下话 2022年只剩下23万人 直接腰炸看成一半 你以为是烧自罚关系吗 这个是原因之间没错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毕业生的报考人数 2012年到2018年 大学毕业生占总报考人数 维持在48%到20% 这一段讲得非常的好 就是确实就是这种情况 你要写一份公文 你一定要看有没有老案 一定要参考老案去写 你不能自己自创新的说法 新的想法 就算你造钞老案 上层的公务员 他们也只是在挑你公文里面 有没有写错字 有没有用词不当等等 他可能最主要不是 care那个内容是怎么样 他挑错字的原因 是要彰显他的主管还有用途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公务员文化的特殊之处 我很喜欢DK 用冰河去比喻每个人都依循前面的路 这样走 我觉得形容得非常的贴切 这两个字是双面认 它代表是安逸 没错 如果你很有想法 你很有报复的人 其实我也不鼓励你投入公务员考试 不要那么早就把你自己的志向磨灭了 因为就算你在白天有公务员这个工作 你在假日可以去发展 你有很多的兴趣 但注意终究是兴趣 没有办法发展副业 我每天都会接到有同学 在我分享公务员能够兼职的 这些法律的调整下面 问我五花八门的问题 这个可不可以兼职 那个可不可以兼职 我后来都一律跟他们毁 可能都可以 但是你要主管同意 所以其实还是不行 因为你主管会不会同意 你大概80%的几率是不会同意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这种科程的公务体系 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好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轩然大波 年金改革18%全部都砍掉 甚至你原本已经是领月退缝 一个月领7万人 现在可能都剩下4、5万而已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 对于所有想要踏入公职考试的人 这个月退缝确实 要是很多人想要报考的 那个心中的那个我瞄 我确实有认识几个朋友 他就是在爽缺过日子 每天很早就上班 但他可能很早中午 也比一般人早休息 然后下班时间也可能是 五点整一到 就可以马上离开公司 真的有这样的公务的职缺 真的有 而且它是合法 当然忙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是需要 投入更多心力要加班 但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比较相对 比较有悠闲的时光 像这样的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安静 过自己的小日子的 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少 大部分的人 考进期的缺都不是太好 问题是通常高部考派出来的权 几乎都是业务反方 工作压力大 要面对民众很丢 长官面很丢 兼称时缺 时缺之所以会失出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词位很难做 才能控出来 才能让新人靠进去 尤其是大城市的公务员 一如自家市 人口越多 业务量越多 工作中做不完 只能加班 有一个新北市的公务员 就发问报员 一个月加班时数高达110小时 而且加班时数还有时数的上限 不能只报一次报 超过时数不能算钱 只能算在做功德 然后再讲到高科考的 考试制度它是全国分发的 所以你家乡也许在南部 但是你考到北部 要调回来的话是非常 第一加运的实际数字 意思过时的考试制度 在我这个时代学生的时候 都在备课的语言 被数据公司 然后现在年轻人 你们受的教育是更多的 更重视数字的培养 接受咨询的课程 但是国家考试还是提供在备受 比试的分数高底 决定你会回上方 这样结果 导致政府招的人才 都是会考试 考选部考试院近年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大的动作 比如说考课三减 或者是把生脏的考试 国文跟法序合并 或者是普考减一科 高考减两科 还有一些口试比试的 比例的变动 现在都要大幅增加口试的比率 但现在目前的调整 大概都是在二三十%左右 那我曾经也做过节目 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口试这件事情 你的比例大概就是三十%左右 就不能再上去 因为一旦你的口试 占了总分数的比例 到四十%五十%的时候 这时候人为的影响就会很高 这时候就不免会让人家疑问 你这个是不是内定 你这个是不是安插自己人码 所以其实真的说起来 这种用口试跟比试 同步去筛选一个人 其实它是有必要性 但是也存在更多的风险 反倒是大家统一的 一个比试测验 尤其是那种全选择题的时候 其实反而它是更公正的 但是这么公正的考试 也有可能筛选不出一个会做事的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确实 你考国家考试 所有的考课会用到的 绝大多数只有法律 其他都用不到 这是深的 不只在警局上演 你如果在公家机关待过 假设你是在市政府的单位 你就很怕议员发通知单过来 如果你是在中央的部门 你就很担心立法委员的办公室发通知单过来 这个时候都是一个压力 你要谨慎处理明代所提供的案件 你要去翻找资料 然后检阅文书给上层的人 仔细确认这个资料才可以出去 所以都是小心翼翼 以下对上 就是你要非常小心 然后去应对集合机关的要求 最后无奈刑警只好中断交叉 公园的确是人民的公务 但是他们不是真的仆人 每个人都是有父母 也有可能是成为父母的 也有家人 针对民代刁难民众的如想 计算公园只能把这些痛苦挂 不死的结论 现在的计算公园 上面有食物文化的掌管 又圈又市的名单 又变来变去的政策 又不理性的民众 又呆在讲话的单位 下载这些低度之间 没有高智慧高义 真的是很难做人 气心呢 相对于社会新鲜的人来说 还算不错 办事面临高房价 高物价 薪水都变得很洗毛 最后你期盼优务的退休金 也越来越少 虽然报考公职的人数奏价 还是需要大量时间来准备考试 激进展仍然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全职考试 更是背负庞大历 再加上科技业服务业都蓬勃发展 22K年代无趣的 一届夜深有更多的学者 相对来说 公职的系列值 已经不向过去更高 然后再来讲一下自己的经验 我当初考台题 有很多人表 想到一份不一定的职业 但是工作内容重复性太高 每天都上机器人表 365点都是复制贴上 加上台铁上路 让我睡眠怎么打乱 直到现在我都还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所以做到后期在植物上 我就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那时候心里很挣扎 一方面是稳定薪水 另外一方面则是人生失去的精细感 我可以预期到40岁的我 50岁的我 65岁的我 都在做相同的事情 于是做了结果 做还是决定辞职 好我们总结一下 我也是觉得 如果你对于你的未来人生 很有抱负的人 我建议你不要考公子 你先到社会闯一闯试一下 那如果说你就是天生下来 不想要那么多的冒险 你想要就直接挤进公务员的窄门 要好好稳定过一生 下班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然后有一个好的对象等等 这个也是很好的 因为毕竟考公职的人 就算腰斩一半 每一年还是有20万的人在跟你竞争 所以考起来难度还是有的 你还是要付出相当的心力 尽管他捡了考课 你还是要很努力 还能挤进窄门 再来你要理解 整个工作的性质 可能不符合你的想象 可能绑手绑脚 可能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在工作 你能不能接受这种氛围 这个也都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期的内容 我会把这个DK的 这一个影片的连结 放在我的留言里面 那欢迎大家去支持他的频道 他的频道的内容非常的多元 NC15也非常的透彻有独到的见解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